这是一场80公斤级的对抗 来自中国的马月恒 对阵来自荷兰的罗根埃尔索 马月恒是来自于李宁搏击 我们看下面的李宁是他的场外边角 也是2013年全国泰拳锦标赛的亚军 罗根埃尔索不用说了 这位选手在中国的这个擂台上 已经打过很多的高手 对啊 我们也非常熟悉 在中国的目前是六胜五次KO中国选手 分别是诺尔拉 王安盈 博 胡凡 陈亚伟和这大胜 是 他的整个历史战绩呢 是31胜两负 15次KO 一袭两拳 马月恒能不能站起来 能不能继续坚持比赛呢 感觉第一次问题不大 但是罗根埃尔索的这个爆发力啊 好恐怖 是非常强 身高比长一米八八的身高啊 对 马月恒左右摆拳 是 罗根埃尔索连接 罗根埃尔索就擅长在这个 短时间内的点爆发 对 他的点爆发还是很强悍 哦 连续的挺歇 哇 中盒索 达弗 顶下 只有一次 我们看马月恒 能不能再起来 在我们的比赛规则里 同一回合被独秒三次就将是一气拳 是的 还要继续吗 还要继续 还要继续 嗯 然后这回合已经是第二次被击倒了 其实罗根埃尔索呀 有着非常强的这个 哇 感觉不行 哇 哎呦 喝 那个冲击力之强啊 啊 把自己的重心全都抛出去了 对 啊 马月恒三次多秒 在这场比赛 好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比赛进行到第一局 一分二十四 红方被TKO 比赛结果 篮放射 We're going to win